十一小长假到了 本以为可以休息了 没想到漫展又铺天盖地的来了过 我就算饿死 从这里跳下去 我也不会去漫展 疯哥哥 陪人一起逛漫展好不好 好呀 为了不让妹子失望 我只能勉为其难地逛漫展 现在的漫展为了吸引观众 真是煞费苦心 抽奖 送大礼包 和现场互动奖励 这都不足以吸引我 但是 白送也不能不要啊 不过最吸引我的 莫过于那满场乱跑的腿子 和波涛汹涌的奶 作为一个摄影 我是抱着艺术的眼光去拍摄 但是 平时对A的妹子 造了漫展 居然可以原地膨胀三个字母 虽然不懂这是什么操作 但是我知道 这肯定是假的 其实很多女孩子都乐重于 将自己的某些部位膨胀起 以显示自己傲人的身姿 和个人魅力 但是 你们真的认为男生都喜欢大兄妹子吗 在此 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广大女生 是的 不开玩笑了 其实作为摄影 我还是喜欢大小适中 或者较小的 因为不管拍什么 都不会显得过于色情 而且不会出现鼻血喷涌 血脉喷张等症状 其实我个人认为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身材和特征 这才使我们与众不同 所以妹子们也不要过于纠结自己的胸部大小 甭管大胸小胸 能埋就是好胸 最后告诉你们个命 不管你想要什么胸情 后期都能胸 接下来 就让马某人 来为大家揭秘 那些漫展中的大胸 都是如何来的 第一种 归相听 没有他最不容易的大小 没有他垄落不了的人 是一些一路到达嗓子眼儿 是不能拿到的 再需要大叔 再是背部有留在外面的角色 这款使用 第二种 花圆精尺 当你在漫展穿的密布图峰 还垫着胸的时候 这款只要是吸水 就是赚着的作弊生机 这款实在 能埋多少 埋多少成本低 如果突然急着用尺 还可以掏出来应急 送人手指 手用鱼香 就算是被汗水打湿了也不要紧 晒干了下才能用 第三章 活啊 美术生的辅助技能 此技能可以话无为友 但是难度系数有点高啊 自己动手 堪比贴死后期 加身工具 好像有人抢我生意 先打底色 再打高光 打到发光 第四章 一件维多利亚的女人 平A中的王者 就算是沈亿丹客厅 也要够一件维多利亚 故事这才是女人的 战衣 巨龙和自带加后buff 舒适度放肆收手 关键时刻 一件到尾 如果遇到这种 不需要事业线 只管大就可以的角色 可信度更低 操作起来更方便 一件中扣俱龙 一件朝后扎大 你看是不是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呀 多穿一件保暖 多穿一件领直气壮 第六条 奖胸 这就有点刺激了 不方便拿出来 我也买不起 女装大佬们应该都知道吧 不知道不知道 听说把她按在手上的技术量度非常高 你若安好 那还得了 听完了 龟胶至金甲大宗 你才看着冲气的黑客 还有啥 能阻挡我 对A的膨胀之路 还有谁 一本海 黑不黑客气 COS有难处 但是解难的道路千千万 总有一套适合你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灰心 不要记住 别的女生可以有 现在你看完这个视频 男生也可以有了 是吧 最后和我一样的妹子 每天睡醒的问自己 今天胸更大了吗 不 没有 但是没关系 反正今天也不会她 这里是